台湾世界展望会南科福伦社、南科管理局及园区厂商 于今日上午10点在管理局共同宣布启动 爱从南科出发南科爱心接力乐的活动 将号召场内8万多位员工捐款 在明年1月4日起一连四周活动中 为台南的弱势家庭募集医疗费用 南科管理局长林威成也表示 未来每一年1月份也将继续办理 盼爱心能持续发酵 现场也有人热情响应 我们期盼从明年的1月开始 每年南科都有一个爱心乐的这样一个活动 因为南科现在雇佣大概7万多人 那么其实我们在跟福伦社 还有世界展望会在聊天的时候 发现说临近的三乡镇 竟然有一些乡亲 他们生病了 没有钱不敢去看医生 这种感觉还觉得有点伤感 有点难过 那么我们现在有7万多个员工 我们有特别问了那个世界展望会说 那这个缺口大概多少钱 那他们给我们一个数字 大概是70万左右的这个缺口 所以我就一个想法 就跟福伦社说 我们是不是来号召园区所有的员工呢 我们都共享盛举 局长林威成也指出 园区内包含台积电等31个厂商纷纷响应 员工的热情捐款也让他非常高兴 甚至也有厂商提议 在一连四周的活动结束后 会将捐款箱留于厂内 让厂内员工们能够随时捐款 让爱心行动能持续进行 我们现在活动呢 就是在用一月 因为一月大概是农历年前嘛 那我们是用一个月的这个期间 但是呢有些厂商呢 实际上他们认为说 一个月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愿意呢 再把那个爱心行 继续的摆在他们的公司里面 让他员工随时可以偷出他的 偷出他的零钱 去做这样的投注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个 非常热情的反应 而且是出自内心的 这种感觉绝对不错 南科福伦社社长林世勋也表示 南科管理局这次的公益活动 也与台湾世界展望会 所推的服务工作不谋而合 而促成了这次 南科爱心接力乐的活动 福伦社也将协助世界展望会 将款项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 记者林佑春 赵谦 台南报导